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在叙利亚战场上的不俗表现 口径巡航导弹的射程大约是2500公里 它的外形类似于美国战谱巡航导弹 又被外界称为俄罗斯版战谱 CMR国防时空军事观察员引着介绍 口径巡航导弹是一种战术巡航导弹 具有发射简便 打击精度高的特点 口径巡航导弹 主要是战术性的一种巡航导弹 而美军用的战谱应该说它是核长兼备的 既可以投制核弹头 在2580公里以上 也可以投制常规弹头 在1850公里这样一个射程 口径巡航导弹中型水面舰艇和小型水面舰艇都可以携带 比如1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 当时从离海就向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主要基地和它主要指控中心进行了打击 口径巡航导弹发 射非常简便 全部数字化的 而且装订的数据大概只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内 就可以把数据装订完 进行航路规划 然后给定目标以后 对目标就实施打击 这样打击的精度也比较高 口径巡航导弹几次打击的效果都比较好 当然这跟俄罗斯的情报准确是有关系的 但是也绝对少不了口径巡航导弹打击的威力 特别是它的精度 CMR国防时空军事观察员尹卓表示 口径巡航导弹可以在多平台上发射 俄罗斯希望让它成为今后海军装备的一种标配 巡航导弹过去是俄罗斯的一个长项 在冷战时期就大密度的装备了各种各样的飞航式导弹 这种飞航式导弹实际稍微修改一下就变成巡航导弹 这方面俄罗斯比美国在动力上制造上它的技术是比较凶厚的 现在它发展的口径巡航导弹是一种多平台的 跟过去俄罗斯的飞航导弹一样 都是一种多平台的 主要是水面舰艇发射 但同时也可以基载 也可以潜艇发射 潜艇发射就是由战术和潜艇 甚至由常规潜艇 只要装上发射管 或者是斜置发射 或者是水平的 由于雷发射管发射 都是可以进行发射的 所以它是一种多用途的导弹 俄罗斯装备口径巡航导弹 实际把它作为海军装备 今后的一种标配 所谓标配就是刚才我们讲 多平台都可以放口径巡航导弹 这样它的保障为 修 包括目标指示和它的情报保障 都是可以一体化进行的 CM8国防时空军事观察员 尹卓分析认为 俄罗斯将口径巡航导弹 长期部署地中海 既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威慑 也能打击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 同时还希望为这型导弹开拓军贸市场 俄罗斯是一直保持一支不大不小的地中海长辈力量 过去它有地中海分舰队 现在虽然这个编织取消了 但是俄罗斯已经宣布要在地中海 长期保持一支长射的这样的海军部队 现在俄罗斯在东地中海 在叙利亚附近 今后它到黑海 甚至到西地中海 就到了欧洲的腹地 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它对欧洲的威慑 就是对美国和北约的威慑 美国 北约在整个地中海地区 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巡航导弹 美国的核潜艇 美国的大型的驱逐舰 上都带几十枚巡航导弹 核潜艇也带十几枚 8枚到12枚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如果不大量的装备巡航导弹 跟美国没法取得平衡 利用口径巡航导弹来平衡它 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另外 对过去恐怖主义比较盛行的 比如一些北非地区 像利比亚这些国家 都是口径巡航导弹 今后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同时 俄罗斯恐怕还有一个考虑 大力宣布口径巡航导弹的作战能力 另外在战斗中多次使用 可能也是想为它开拓一个军品销售的市场 因为现在 使用俄罗斯的潜艇和水面舰艇 飞机的国家比较多 如果能配上口径巡航导弹 这个销售前景应该是不错的 栏目主编 张武文字编辑 李林为题图来源 新华社图片编辑 打西